孝順女三房千金何超年 孝順女三房千金何超年 上個月為爸爸何鴻生親手織了頂溫暖牌拉帽做禮物 踏入2020年 超年這日來到養和醫院探望留院休養的爸爸 大約中午時睡素顏 戴著白色鴨嘴帽穿著黃色衛衣的超年 一個人坐7人車來到 下車之後就立刻急步走入醫院 逗留大約20分鐘就離開 期間超年一直都在看手機 沒有接受訪問 只是站在醫院門口等司機 最後就上車離開啦